还在准备,所以说明他们准备得非常充分,包括今天到了管理之后,但是达到这会儿的时候,最主要的还是心态,看谁能够放心,谁碰上马龙了,或者光耗了,他们感觉上压力就很大,而且可能好事在某种意义上,一个主动性进攻失误。 这个队好帅就不利了,自己还没有完全放开,打得太拘谨了,所以给许昕比较大的空间,所以许昕也是抓住他这个机会,其实可能效果就会好,站在他的那一方来看这个比赛。 好,漂亮。 这种是不好的,在前面拧拉,也是血线过多。 好,这个拉直线就好。 好。 这就太拧了,他一直没有突破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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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中国的教练这些水平还是非常高的,点的这个还是比较准。 好。 漂亮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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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 好。 非常值得赞赞。 这球太漂亮了 这球太漂亮了 看他推倒 好的 许昕2比1领先 压住反手 小心转弓 估计许昕他有200就要转了 马上转了 很好 这也是运动员他犯的第一级错误 漂亮 缓冲一些自己紧张的情绪 吃罚球了 这个时候许昕呢 是以11比8 取得了第4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1 战胜了好帅 这样许昕呢 就